新闻一开始看到台中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防止选举赌盘会影响选情结果 扫荡查起网络还有地下赌博 洗钱水房扫荡进百处成效封硕 一共查获了59件的地下汇兑洗钱还有赌博案 逮捕了236人查扣了1000多万现金 阻断了275亿的不法金流 这6队强力出击契惠间以网络营运维修工作室为名 实则经营网络赌博的处所 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 许多不法分子企图开地下赌盘影响选情 海中心警大队执行首播选前扫荡赌博行动 查获地下汇兑洗钱水房以及扫荡赌博等犯罪事件 因应年底选举在即防止境外资金地下赌盘影响我们选情 执行首播选前全国查契不法金流 即同步扫荡赌博专案 那这一次共查获了地下汇兑洗钱的水房 还有赌博的机房等三类的犯罪 共59件236人 那查扣不法的金额现金达到1000多万元 另外我们清查了地下汇兑洗钱的金额 还有投注的赌支超过275亿元 此外扫荡赌博行动也针对六合彩迁赌占 掩护非法地下赌场 网络赌博地下汇兑以及洗钱水房等 进行取缔打击犯罪 成效显著 案期间共出动了788名警力 然后扫荡各类场所86处 那查获各类的赌博案件有51件 219人 那其中职业赌场有7件54人 六合彩有3件3人 网络赌博35件106人 那其他赌博6件56人 另外查获的地下汇兑有5件9人 洗钱水房3件8人 警方大力扫荡地下赌盘 不让非法赌博影响大选结果 端正选举的歪风 我手中摆红